阿里山申铁副使 扣200通才有票 等了4年 终于又能坐阿里山小火车了 阿里山申铁昨天起副使直奔起伏 近200名乘客上午9点从嘉义站出发 在悠扬的阿里山周族歌声中 特地来搭乘的游客 在宛如观光列车的小火车上 开心听列车长沿途介绍小火车历史及各站特色 小火车一天只往返1到2月次 每列次最高运量只有200人 5天内分别票就被民众大量订购 目前本月只剩下30和31号还有离职座位 又别让名为了搭上首行 打了200多通电话才定到 搭上200多 搭上200多 一个小时带他 你们是几个人家上单 就我带他 你在讲搭第一单就会 对 因为他是火车迷 一路上列车蜿蜒缓席 沿途窗外风景 慢慢从平地林变成温带林 沙士美丽 两个多小时后 一达奔情湖站的游客 开心开照 纪念着历史性的一刻 林务局嘉义领馆处表示 小火车目前只开通到中途的奔情湖 未来假日 春节期间将有加班车 等明年全线通车后 会在演绎班次调整 逗新闻来去坐小火车吧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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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